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爱奇迈克 回复Win11获取下载 这里以安装镜像22000.348为例 接下来我们启动VMware 通过苹果的聚焦搜索 我们启动VMware 然后新建一个虚拟机 选择默认的从光盘镜像安装 点下一步 然后把光盘镜像拖入进来 点继续 选择other64位 再选择自定义 然后点存储 关闭这个弹出的黑色虚拟机窗口 这一步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关闭的话 直接启动 有可能会安装不成功 接下来我们修改CPU与内存 内存设置为4096 其4GB CPU数量改为4个 再修改硬盘容量 这里我改为128G 点音用 实际不会占用这么多空间的 检查物后 关闭设置窗口 在虚拟机资源列表里 右键刚才新建的虚拟机 按住OP 讯件 选择在编辑器中打开配置文件 接下来就修改一下虚拟机的类型 把画面放大一下 把GhastOS的值改为Arm Windows 11 64 点文件 选择存储物 双击启动这个虚拟机 关闭这个小弹窗 点一下虚拟机 再敲一下回测 Windows就开始安装了 点下一步 继续 再点现在安装 这里点我没有产品预约 这里够上我接受 再后点下一步 接下来选择自定义安装 这里不需要手工分配 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接着Windows就开始复制安装文件了 接下来就是选择国家 这里选中国 然后选择你要使用的默认输入法 我这里选择微软无比 接下来选择跳过 由于没有联网 所以也选择跳过 选继续执行受限设置 接下来设置用户名 我这里输入User作为用户名 你们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然后是输入密码 再次输入刚才的密码 接着输入安全问题 一共有三个问题 设置完毕就可以了 接着进入隐私设置环节 这里全部关闭了 希望能够变得安全一点吧 接着点一下接受 再次进入等待环节 Windows正在进行安装 请不要关闭虚拟机 这个中间要等待一段时间 可能有几分钟吧 由于这个是测试版本 它没有完全支持Windows 11 只能以固定分辨率运行Windows 11 好了 现在安装完成 我们进行网卡设置 开始彩蛋已经显示出来了 输入CMD 然后右键与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选择是 在里面输入命令 BCDEDIT-DEBUG 控格ON 接着输入命令 BCDEDIT- 控格-斜杠-DBG settings 控格-net控格-hostIP-10.0.0.1 控格-port-5555 回车 接着就是重启虚拟机 点一下重启 盘出的仓库里输入你Mac电脑的密码 这样网卡才能顺利的启动 这里输入前面设置的Windows 11虚拟机的密码 顺利登陆进来了 到这里网络就应该通了 我们等会验证一下 现在打开Edge浏览器 点接受并开始使用 再点确认 再点继续 弹部登陆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上网了 换个页面看看 返回上一页 打开一个百度网看看 很好 非常快的跳出来了 以上就是VMware 安装Windows 11的全部过程 想要获取更多的技巧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爱奇麦克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